春节临近离山劳母总庙将举行离斗点灯消灾及安隆遵徒法会 副公主王炳城 明镇处长明良珍 县州府北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邱曾良 立委副昆旗花莲市主任邱惠敏 诚心祈求新的一年花莲五股丰登和敬平安 花莲慈云公离山劳母总庙并且办理离斗点灯消灾及安隆遵徒法会 也开放108位公务得主登记 发会之后可领取农民一包以及农林四枚 现文明镇处长和新兽们也前往参拜 祈求新的一年国泰民安风特与顺 副公主王炳城表示安隆殿图的仪式举行 乃因为庙宅主事者担心在整个庙宅的修成过程当中 挖地填图或是锁沟开路 孔云尔扰动土地龙神触犯太岁神杀破坏土地秩序 所以才聘请道士法师施行安隆殿图的仪式 以祈求龙神归位 禁忌旁方 记得中 既然找不到